Lovage SSP5 4.3 GBB Pisto 厂方一开始都很注重讲究这个Hot Up系统 我们马上讲讲它的TDC系统 一刷出来看,不会抹来抹车 这才是汽窗 也要归功于TDCHot Up系统 令它无论加大Hot Up或收小Hot Up 都不会有影响的情况 喜欢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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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虽然定价比较贵 但是前节和后面的Slide 都是CSC 製造 以及有这样的设计底比 但是Reventus 出比SSP5 的补品都挺便宜的 不信自己去看看吧 你最担心的是 原装的Internal 是不是钢件 以及究竟耐不耐用 究竟设计正不正 这些就是用心制造 一回到来这些全部都是钢件 而且没什么武器 真是没得输 这四件一定不是钢的 如果是钢的话 立即颁奖给它 全地球最正的气窗 但我说 如果它肯改变开厚式的设计 不要像马技那样 那就屈肌了 但是它这些终身 真的都真的砌得挺好的 一回到来 不用怕松了 全部滴了 这么多螺丝胶 又不用怕自己会不会扭摊它 这些真是心机 来的 它哈马斯瓦都特别用心去想过 斯瓦用一种比较少阻力的设计 令到整把一枪 很容易就可以教到一个 自己合心水的trigger 的力度 还有它这个半征的设计 我真的好像没在其他气窗里见过 真是真心正的 这架和你试完原装枪 的磅数 大约1kg 左右 稍微将三叉片屈到这样的样子 我们再试一试它 真心真是疯了 就这样屈完三叉片 你看一下 已经少了一半了 走火的方法都很简单 按住grip safety 拿个胶水锅不停摔底 那黑马斯瓦不脱脱脱脱就无事了 大家试一试吧 惯着不停摔下身 摔下身 飞机座翻出来 不绝的 顺畅 正 拆飞机座都很简单 在喉俊升位置 用一字批 就这样松开它 就可以拆到飞机座出来 如果想換其他馬技數的Grip 不是不行,但你會見到現在有兩個up位 要麼是收拾中身,要麼是收拾Grip,自己選擇 這條guide我們推出過一條旅的,可以偷輕一點 頭部沒那麼墜,適合就去買吧 來個總結,Lawfish的SSP5系列 台灣製造,港設計 真的沒得輸 講內部,鋼件齊,沒有東西要收拾 這些真的是氣窗來的嘛 今次拍片的方法有點不同了 如果覺得好看,記得留言,like,share 給你的朋友 下條片我們就會去做一個測試 究竟測試這把東西多棒 好像廣告那樣,真是真心話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 我們下條片,請坐下吧 好看,我們下條片 我記得再次拍片